这个草莓其实还是挺好养的 但是就是这个夏天容易长这个红蜘蛛 为什么夏天容易长红蜘蛛呢 因为这个天一乐 就是这一些病虫害滋生的这个时候 就是说他们繁殖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草莓放到比较通风的地方 然后看到了这一种比较黄的叶子 这种干枯掉的叶子 一定要及时把它清掉 因为这个叶子就是这个病虫害 尤其是这个虫子最爱待的地方 哇 这里还有一个 所以一定要把这一些黄叶子全部给清掉 清干净的话 这个虫子就不会多 之前我的这一个就是长了这个红蜘蛛 现在我天天都来清它的这个黄叶子 现在就没有红蜘蛛了 除了清理这个黄叶子以外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在种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把它种高一点 如果种的比较矮的话 这个叶面接触到这个土壤的话 它也是很容易滋生这个病虫害的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清爽多了 这个叶子全部在外面 不要让它接触到了土壤 请稍微花起来 这根红蜘蛛 这根红蜘蛛 大概这样 There will be 黄叶子 这根红蜘蛛 现在我的鸟 给celешь 这根红蜘蛛 把鸟